随着国内鸡蛋还有鸡肉的供应量 恢复稳定 那个预料近期将针对补贴事宜 做出重要的宣布 与此同时 有鉴于目前对日本农业和鱼业产品的监测 都没有发现放射性物质 因此我国不会对日本农鱼产品下达禁令 日本8月底启动核废水排海至今超过一个月 这段时间来 我国对日本农鱼产品的监测 没有发现放射性物质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墨沙部 今天在吉隆坡和日本农林水产部长 攻下伊朗举行两个小时的会谈后宣布 虽然我国不会禁止日本农鱼产品进口 不过当局已将日本水产 列为第四监测等级 确保来自日本的所有产品 都是可安全使用的 另外关于鸡肉和鸡蛋补贴事宜 政府在今年2月时宣布 为确保供应和价格稳定 继续提供补贴到6月30号 而首相安华7月时再宣布继续提供补贴 如今已来到10月 墨沙部说市场上鸡肉和鸡蛋的供应与价格 都已经趋稳 补贴政策是否调整 内阁这两天就会拍板定案 至于近期出现白米短缺问题后 我国是否会向本区域 其他较便宜的东盟国家进口白米 墨沙部则不置可否 只强调会和国家稻米公司展开进一步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